国内63所独钟月初才获得1575万令吉政府拨款 然而除了财务独钟面对的问题零零总总 霹雳董联会主席严登义就认为 在不同区域的独钟面对不一样的问题 比如霹雳州独钟面对的问题是学生来源减少 而雪龙一带独钟却是面对校地不足难以扩建的问题 另外师资培训也是问题之一 独钟面对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另外一点就是独钟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挑战 它是有家长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 它有国际学校 有home schooling 当然还有政府的华中 国中等等 它也可以去国外去就学 所以今天的家长的选择很多 独钟要生存下去 它面对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 如何让家长觉得说把孩子送来独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严登义也透露 董总目前正在做出一些改革 计划把同考模式的其中一部分改成校本评估 这是因为在21世纪高思维教育 包括批判性思维和创意思维等等 只有通过校本评估才能更有效的进行 与此同时 严登义还提到 虽然中央政府早前已经宣布拨款给独钟 但是霹雳州政府的拨款还没有下文 他希望能够尽快听到好消息 所以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庚特仙的通从 增生从来看 我们在庚特仙所里看 我们可以邀请 他们找到一个最大的急击 击你 台湾 黑大